33. 北京神報 中國海軍近期南海演習外交部 一些周邊國家非法侵佔我南沙島招非法部署重砲導彈 2015年7月26日國內新聞A 07 莫小良吾登峰新華社 北京7月25日電 莫小良吾登峰 針對外界有關近期海軍在南海海域舉行演習演練的報導和言論 海軍新聞發言人梁洋25日對記者表示 這者演習演練是海軍年度訓練計劃外的例行性安排 中國海軍在我國所管轄海空域組織演練活動 符合相關國際法和國際準則 希望外界不要過度解讀 梁洋指出 舉行海上演練活動是世界各國海軍的通行做法 中國海軍舉行年度例行性演習演練 主要目的是檢驗部隊實戰化訓練水平 提高海上機動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 提高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和海事守舊能力 中國海軍今後將繼續舉行類似的演習演練 梁洋強調 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 長期以來 一些周邊國家非法侵佔我南沙島礁 非法再島礁上大興土木 收建機場等固定設施 甚至部署重砲 導彈等進攻性武器 某些域外大國不斷拉攏其他國家涉足南海問題 甚至派遣艦機對我抵近偵察騷擾 以我為假想的舉行各種演習 對我領土主權安全和海洋權益造成嚴重威脅 也危害著地區安全穩定和南海航行自由 中國海軍將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做到常備不懈 努力提高自身遂行使命任務能力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維護地區和平穩定